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要教各位一個電腦的偷吃部 有一天我的 電腦麥克風故障了 臨時晚上要買 可是商店都關門了 然後我就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利用我的 手機 上的耳機 當做麥克風使用 怎麼做勒 我現在一步一步教給各位 首先你要將 這一個耳機 耳機的 3.5的PIN 插到電腦主機的 電腦主機的 耳機的位置 左邊有一個耳機的位置 沒有 長得很像耳機 插上去 好 插上去之後 電腦這邊 就會跳出一個 裝置 裝置辨識尾 連接的裝置辨識尾 這個地方你要選 他原本是耳機嘛 你要選 麥克風 然後再按確定 這邊 這邊就變成麥克風 那麥克風的音量 要從 控制台這邊調 因為這聲音 有回音 我們試試看喔 這邊控制台 聲音在這邊 右下角 右下角他這邊有一個 錄製 麥克風 你這邊 選內容 然後這邊 可以 把它打開他就有衛生 這個靈聽的 靈聽齒裝置就是 你的喇叭會 傳出你的聲音 他聲音不夠的話這邊 可以調 這邊 等級這邊可以調 調大 這個 麥克風增量 調大 調小 好 好 我 那這句設定好之後你就按 這邊按確定 確定好你 拿起你的耳機 耳機 對著這個耳機講話 我 嚇一跳 第一次 喂喂喂 麥克風测試 張君雅 小妹妹 你的泡米 出發 哇 趕快來拿喔 趕快來吃喔 就這樣子 大家覺得這個方法不錯 雖然是用耳機 可是麥克風的音質也是不錯的喔 感謝各位收看 喜歡我的影片請到右下角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見